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震 在端出市政牛肉 今天他提出了婦幼政策 他說就任市長之後 他要成立婦幼局 除了要補助三十到四十歲的女性動卵之外 還加碼了生一胎 多一萬元的補助等等政策 對此張善震他也回應了對手 質疑增設婦幼局的必要性 他說思維價值觀不同 桃園人口婦幼比例高 當然有必要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價值觀就是不一樣 選戰倒數衝刺 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震 端出市政牛肉再提婦幼政策 獨步全臺張善震還要設立婦幼局 這個是全臺灣第一六都唯一的婦幼局 婦幼局一旦成立以後 對於所有婦幼事務的集中管理 跟這個實施會有不一樣的格局 看準桃園人口不斷攀升 婦幼更需要用局處規格來服務 包括補助三十到四十歲女性動卵 多升一台加一萬補助政策 婦幼計程車和好運專車也升級 另外還有企業托育 產婦心理諮詢 以及兒童專屬運動場 婦女兒童全面兼顧 但婦幼局這政策卻被對手 政運棚正迎批沒有必要 批評我的朋友民進黨朋友你先回答 你們覺得婦幼的工作重不重要 如果你重要的話你為什麼要 屈就於現在的政府框架 轉手圍攻張建政改變選戰態度 炮火轉區猛烈直轟對手 除了政策攻防下星期即將舉辦 北區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除了新北市長侯友宜 台中市長盧秀燕 藍營大咖都會到場 會不會同框韓國瑜也備受外界矚目 先賣個關子隨時選戰進入最後倒數階段 桃園四角都張善政邁開步伐 政策肇勢兩面進攻 抓住選民的心 藉桃園綜合報導